我第一個講的是說是超時工作的問題 我覺得非常極其諷刺 你一個勞動部 你是這個要去勞檢別人 結果你自己不但是超時工作 你自己的勞工超時工作 還要必須要打假卡 這我覺得是 打假卡太荒謬了 說實在你以後 要是我是民間企業的話 我看到你來勞檢 我就直接罵說你有臉喔 你有臉來勞檢我 你自己都那麼糟了這樣子 我覺得你怎麼能夠 去做人家企業的表率 因為他是負責 智能就業服務系統的一個需求書 他有教 就後來還被退見 退見的時候 被他長官直接是辱罵 而且還大罵 所以現在要去查 當時是誰誰去 第一個就是不但退他 還去大罵他 那另外還要求他在休假日 休假日 因為他11月1號被退見 他長官跟他講說 你11月4號就要給我交 所以才導致他6日 都還要再去加班 然後11月4號 他可能因為真的壓力太大 可能也交不出來 而且連續被退見好幾次 所以他後來想不開 就只好選擇親生 最重要是你求助無門 我想要問我都不知道要問誰 對 那所以好 那現在除了這個謝宜蓉之外 當然我們剛開始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也有討論 就是說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包括那個李宇翔 他還收到了近200封的陳情信 因為他是11月4號親生 李宇翔說他在11月7號跟8號 光短短的兩天 他又收到了再200封的陳情信 而且每一封陳情信都直指是謝宜蓉 對 所以現在我當然知道有些媒體 到底有沒有中間那一層長官 有些媒體就說 就說除了謝宜蓉之外 那是不是還有他的那個直屬長官 當然要去查說是誰退他見 然後誰罵他 然後誰沒有給他資源 這當然中間主管是不是有 可是我們也在討論是說 那如果說是他的中間主管 不知道是誰 如果也是真的是如此的惡魔的話 那為什麼李宇翔所收的 200多封的陳情信 都是謝宜蓉 都是在罵謝宜蓉 那如果說是直指 比如說有A有B的話 那也有人會陳情說 其實才是A要不然是B 可是看起來李宇翔的這個陳情 很集中耶 目標都是謝宜蓉 所以我認為說謝宜蓉 你不要再說 你跟這個人的死 沒有直接關係 這件事情 你自己直接去跟檢察官 但是我覺得以現在的整個說的 對你的這個批判 跟你跟所謂的這種陳情 內部的爆料 都是直指是你 你才是這個直接導入 這件事的一個兇手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的這個道歉 你還在避重究竟 去避開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 你就算在司法上逃得過 可是我覺得 在整個良心 或整個社會的語律上 你是逃不過的 到底有沒有良心 真的 這看著他的道歉影片 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去 接受你的道歉 這一件事件呢 才讓大家驚覺的 哇哦 其實在這個勞動部的北區分所 他們員工工作的狀況 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對 好啦那這一位無姓的公務員 他就這個不幸離開了之後呢 然後通知家屬嘛 他媽媽 老媽媽 淚吼 遺體 你給我起來 就是完全無法相信說 兒子然後就倒在他的面前 好好的去上班 對 好好的去上班 一大早 五點鐘就去上班 晚上那麼晚回家 結果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哇 我想請教一下小玉 因為這種新聞看到人 讓人真的 都不忍心 不忍心在唸這個稿子 太痛了 真的感同身受 你看他把那個小孩拉拔這麼大 他也39歲 這麼年輕的一個生命 而且這個 就這個家屬的描述 他說他當時是那個新庄高中 第一名畢業 考上中央大學 非常非常優秀 哇 優秀 對 然後39歲到現在都沒有結婚 等於說是全新的投入工作 那你很難想像就是說 第一個啦 就是為什麼這件事情 大家不能接受 因為你是發生在勞動部 結果這個人 先講他超時工作 他從他那個監視器 你可以看從10月 10月中一直到11月的 那個兩個禮拜的監視錄影帶 你可以看他每天早上都是5點 5點中 他就到這個辦公室打卡 沒有打卡 到辦公室 因為監視錄影帶看到他進辦公室 然後他甚至到了晚上的8 7 8點才離開辦公室 他的甚至還更晚 連他工作時數是超過了12個小時 甚至到15個小時 而且假日都還要再去加班 那我就問就是說 奇怪你勞動部 你自己的這個 你平常去勞檢人家民間企業 說人家超時工作 什麼什麼的 那結果你自己的部門 不但超時工作 還不能報加班 因為他可能加班時數 已經超過上限 不能再報了 然後呢 結果你還有臉 去勞檢人家 然後你自己 要逼得你自己的公務員 他竟然要去打假卡 對 怎麼那麼諷刺 打假卡 而且他假日都還要再去加班 你要想想看他如果是五點鐘到這個公司的話 他甚至可能四點多就要起來了 四點多就要起來 對 然後到晚上七八點 我看到他那個媽媽 就是那個描述的那個場景 因為我自己有小孩 我真的非常的感同身受 如果說今天我的小孩是這樣 我覺得 被別人招大成這樣 對 他媽媽講說你給我起來 而且這個據現場描述說 他當時已經快要昏厥了 要在嘴裡要滴白花油 那才能夠勉強自己再下去 然後還說 這個我的乖兒子 你怎麼這樣就走了 那你要想看 當天他媽媽是每天都在家裡做飯 然後等他兒子回來吃飯 然後後來他那天就一直等一直等 等不到他兒子回來吃飯 有聽說他媽媽還想要衝去勞動署那邊找人 但是就沒有找到 被保全擋住了 被擋住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家人這個把那個小孩子這個油漆才這麼大 三十九歲 然後又這麼優秀 一路當公務員 怎麼會這樣對待 那第一個是超時工作的問題 第二個是說你的整個這個北分數 你怎麼只有一個人去負責這樣子的一個智能的業務 的確啦 剛剛這個小玉提到 就是說看好端端的兒子出門去上班 結果到最後是這樣子的下場 對媽媽來說那個衝擊性有多大 而且怎麼給人家糟蹋成這樣 他這個生前是被長官這樣子 一直嚴格要求 有嚴格要求 事實上接下來 他已經過往了 已經往生了 其實他的這個長官謝榮都沒有到現場 確實 我第一個講的是說是超時工作的問題 我覺得非常極其諷刺 你一個勞動部 你是這個要去勞檢別人 結果你自己不但是超時工作 你自己的勞工超時工作 還要必須要打假卡 這我覺得是 打假卡太荒謬了 說實在你以後 要是我是民間企業的話 我看到你來勞檢 我就直接罵說你有臉 你有臉來勞檢我 你自己都那麼糟了這樣子 我覺得你怎麼能夠去做人家 事業的表率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員工 他是一個人 去負責所謂的智能就業服務系統 這樣子的一個專案 那他有反應說 因為只有他一個人 他求助無門 那等於說 看其他的人 也都沒有專業可以來幫忙他 那這個極其諷刺 對 就是說他想要問問題 想要怎麼樣解惑 都沒有人可以幫他 那我就問說 奇怪你諾大的北分數 一百多個人 你竟然找不到一個人 可以去分攤他 然後他也找不到人可以問 那他有說 因為他在11月1號 就在他親身的前幾天 因為他是負責 那個智能就業服務系統的 一個需求書 他有交 就後來還被退見 退見的時候 被他長官直接是辱罵 而且還大罵 所以現在要去查 當時是誰 誰去 第一個就是不但退他 還去大罵他 那另外還要求 他在休假日 休假日 因為他11月1號被退見 他長官跟他講說 你11月4號就要給我交 所以才導致他6日 都還要再去加班 然後11月4號 他可能因為真的壓力太大 可能也交不出來 而且連續被退見好幾次 所以他後來想不開 就只好選擇親身 最重要是你求助無門 我想要問 我都不知道要問誰 對 所以好 那現在除了這個謝宜榮之外 當然我們剛開始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也有討論 就是說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包括那個李宇翔 他還收到了近200封的陳情信 因為他是11月4號親身 李宇翔說 他在11月7號跟8號 光短短的兩天 他又收到了再200封的陳情信 而且每一封陳情信 都只指是謝宜榮 對 所以現在我當然知道 有些媒體 到底有沒有中間那一層長官 我現在有些媒體就說 就說除了謝宜榮之外 那是不是還有他的那個直屬長官 當然要去查說 是誰退他見 然後誰罵他 然後誰沒有給他資源 這當然中間主管是不是有 可是我們也在討論是說 那如果說是他的中間主管 不知道是誰 如果也是真的是如此的惡魔的話 那為什麼李宇翔 所收的兩百多封的陳情信都是在罵謝宜榮 那如果說是直指 比如說有A有B的話 那也有人會陳情說 其實才是A要不然是B 可是看起來李宇翔的這個陳情 很集中耶 目標都是謝宜榮 都是謝宜榮 對 所以我認為說謝宜榮 你不要再說 你跟這個人的死 沒有直接關係 這件事情 你自己直接去跟檢察官講 但是我覺得以現在的整個說的 對你的這個批判 跟你跟所謂的這種陳情 內部的爆料 都是直指是你 你才是這個直接導入這件事的一個兇手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的這個道歉 你還在避重究竟 去避開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你就算在司法上逃得過 可是我覺得在整個良心 或整個社會語律上 你是逃不過 到底有沒有良心 真的 這看著他的道歉影片 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去接受你的道歉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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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